此夫贤德 又为皇帝诞下皇子 哀家当然希望他做皇后 可是若你再跟平阳 到时候说平阳无心谋畏 也是百口莫辩了 于公如此 于私呢 你之前是平阳府的马奴 这种牵扯 能不成为朝中宫中的笑话吗 哀家期盼女儿能得到幸福 可要是落到遭人嘲笑的境地 又情何以堪哪 若有人以公主勾结外妻 徒卫谋权做借口 哀家的平阳公主 岂不成了千古罪了 你之前是平阳府的马 能不成为朝中宫中的笑话 也好 趾名顶 管他 年龙权 可要 a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皇太后 谢陛下隆恩 平身 谢皇太后 恭喜卫夫人测立为后 祝陛下的卫夫人日月长存 服用天地 恭喜母后陛下 喜得贤后 魏夫人可喜可贺 姐姐贤淑温厚 弟弟志永仁德 魏家可为一门双结 多谢公主夸赞 敦洪 臣在 敦洪是朕的重臣 又与你有兄妹之意 这次的册封大典 就交与段洪筹办吧 臣遵旨 臣定会替陛下和魏夫人 进心筹办大典 陛下 臣有事请奏 要奏何事 臣 想请陛下 为臣赐婚 关内侯应为 理应配家人 快说 心中家傲是谁 朕必赐婚 臣心中的人是 与我姐姐 相伴扶持的沈家 沈家端庄室友 王贤淑 手巧能干 与你匹配 朕准了 臣卫荆 奴婢沈家 谢陛下圣恩 平身 恭喜魏将军 恭喜魏夫人 喜上加喜 多谢大家的祝福 姐姐 怎么之前没听你提及 会向皇上求赐婚 好 姐姐不是一直希望我成家立事吗 这么做不是正合姐姐的心意吗 为什么是沈家 皇上说得好 沈家与我从小相识 相知情厚 再说她端庄贤淑 手巧能干 你能欣赏沈家 针对她有情 我当然高兴 可是我知道 当年你曾经断然拒绝她的情意 只是她如妹妹 魏卿 兄妹之一 不同男女之情 姐姐 我拒绝她已是多年前的事情 此次魏卿经历生死回来 竟仍从沈家的眉目之间 感觉到她的情意 当日我听你说 她为了救你而受伤 我竟敢心痛 才惊觉 其实我对她 早已有情 是吗 可是当时 我没见你流露出丝毫情意 情意是深藏心中的 为何要表露出来呢 或许是从前年少无知 不知道情为何物 可现在 我在不知不觉中 已对沈家动情 那平阳公主呢 这与公主何关 公主对你 公主对你我有恩哪 没错 公主之恩 未经可以用性命相报 但是 那只是感激她的知语之恩 并无其他 更何况公主之孙 理应你将相门侯世家相配 看你如此情急一切 难掩激动 难道让姐姐说中了吗 姐姐 是 你虽然聪慧 但并不是我 怎可认定我所爱的是谁 我与沈家 两情相约 我不能负她 弟弟 你对沈家是爱 是怜 还是怕谣言所指 公主与你结亲 是想联合你的军权 和我在后宫的地位 意图不轨 弟弟 如果姐姐封后 会影响你的决定 那这个皇后 姐姐宁愿不做 不做皇后 姐姐你可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 皇后 皇上对你情深似海 你岂能负她 再说 你这些年来受了多少苦 由初入宫到今天 你遇到过多少次危急 哪一次不是凶险非常 性命堪忧 如今虽然平安度过 但是往后 一定还有新人入宫 如果 你不是身在后卫 如何自保 如何保护你那些 尚且年幼的孩子们 如此看来 我封后 真的是你娶沈家的原因之一了 弟弟为了护我 多次以身犯险 这一次 姐姐怎能贪图名威 牺牲弟弟呢 为了弟弟 刀斧驾身我也不怕 弟弟一定要选择心中所爱 才是真的为姐姐好 不怕 向我卫卿 领兵是万计 楚大墨 容成绝拼 于刀光浮影中未曾中美 于生死相搏剑 未曾退缩 外敌尚且视我为彪汉将军 该如何自主 该如何再在军中发号施令 但是 若以皇后身份 臣难以抗命 但若以姐姐身份 弟弟想告诉你 我 我与沈家 两情相遇 沈家温柔体贴 与我性情相近 公主位高好强 岂会是我所爱 请姐姐 不要多生事端 令我受皇上责难 令我被天下人和将士耻笑 未经许未经许次